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40章一直到66章总共有27卷书就好像我们去到新约很有盼望一样 前面是很多的审判 可是进入40章就有很多的安慰 所以从40章到48章里面都在讲以色列将来蒙拯救的一个安慰 而且特别进到今天这一章43到44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是以色列归回带来的安慰 其实这个时候还没有被掳的 可是以色列归看的东西已经是好远的事情 他甚至看到弥赛亚的到来 所以在整卷书里面呢你就会看到 他真的讲好多归回的一个信息 你又发现在整章里面呢很多重复的字眼 特别他讲到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 所以第三节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 然后接下去在第十节那边就说我就是耶和华 然后第十一节他说唯有我是耶和华 然后十四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圣者 所以一直在重复的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 唯有我是耶和华 所以等于在整个救赎的信息里面呢 谁能救你啊 当你被掳掠 当你被仇敌打压的时候 谁能救你啊 其实整章就告诉你耶和华就是你的神 只有他能救你 所以假使整个蒙拯救的一个安慰呢 你就要认识你的神 我们很渴望被拯救 我们很渴望从一个被掳之地能归回 甚至我们被仇敌打压的一个光景 我们能够被释放出来 今天弟兄姐妹在这一章里面呢 告诉你谁是你的拯救 谁能救你从这一些黑暗之地回来呢 也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神自己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我不会忘记你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创造者 他也是我们的创造者 所以他一开始就说 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那一位 神创造我们 神缩造我们 神建立我们 所以他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召你 你是赎我的 所以其实 伊赛亚 透过他的口 神透过他 把一个信息释放出来 他告诉他 神是怎么样带领他们的 他们走过这么多的日子 无人从亚伯拉罕的时代 一直去到埃及的时代 知道他们能够 去到加美之地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先知每一次 在提醒他们 拯救你们 神的信 那个爱在你们当中 都是讲过去 你经过的 所以他在说 当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探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烧焦 必不烧嘛 然后就是烧焦的意思 火焰也不凿在你的身上 因为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主 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架 使古石和西巴代替你 原来过去所经历的 是一个叫做借敬 是一个历念 提醒你的 神怎么样带你 神是不是带你经过了很多苦难呢 神怎么样你在围炉的日子 怎么样带领你经过呢 所以你要相信 今天神还是带领你的 所以他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在以赛亚的 那个意象里面 他看到将来 以色列的光景 是很惨的 可是那一个过程 他们必须经过 因为他们得罪神 可是他也要让他们知道 就算在那么艰难 就算在被神管教的期间 也不要怕 因为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 你是我创造的 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是你的救主 所以他就用一个 一个 意言呢 来表达了他对他们的爱情 是非常深的 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暑假 十古时和西巴代替你 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以赛亚看到 他们将会被掳掠 如何能够归回 是因为古列王 所以这个古列王被神感动 他就是神的仆人 要释放这一班人 回国的时候 因为他做这一件事情 神也恩待这个古列王 原来当时波斯的帝国版图呢 没有到过 就是没有去到非洲 但是继承他的位置的 甘拜西二世 他就在525年 他就攻下了埃及 而且波斯人呢 就在那个时候 正负了埃及啦 古什啦 还有西巴 原来埃及旁边就是 古什就是埃塞比亚 还有西巴 指的就是 白尼罗河和蓝尼罗河之间的 一大片的地呢 都归这一个波斯帝国 意思是说 耶和华为了拯救 以色列人 就好像跟这一个古列 有一个deal 就说 你假使释放他们 我用什么代价给你 他可以用一些土地 给波斯王作为代价 给埃及 给古什 给西巴 表示说 神爱以色列 爱到一个程度 是非常排他性的 他即使牺牲 所有外面的人呢 都必须拯救以色列 当然他所牺牲的这些人 都是拜偶像的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假使我们认识神 跟随神的人 神爱我们 是排他性的爱我们 所以当跟神立了约 神也排他性的 为了保护你 他会在这个约里面 排他性的爱你 所以你看他可以 牺牲其他东西 为了就是拯救以色列 所以第四节 他就说 因我看你为宝 为尊 又因我爱你 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列帮人 替代你的生命 可能以色列人 都不知道 神何等爱他们 等于今天 有许多认识神的人 跟神立了约的人 你都不懂 神爱你 爱到多深 所以一些 真的尾声 跟随神的人 很忠心的 跟神 跟到底的人 慢慢 他也明白过来 其实神爱我们 是很深的 神为了爱我们 有些时候 牺牲了许多的东西 为了就是 让我们成全我们 因为他是他 创造的 是他拣选的仆人 所以他说 不要怕 他说 因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后裔 从东方来 从西方 召集你 又对北方说 交出来 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 所以表示说 这个归回呢 是从东南西北 神都把这些 以色列的子民 召回来 因为神的管教 以色列人必须要分散 世界各地 因为掳掠领导 可是神应许 还是要把他们 带回来的 所以这个归回 不单只是当时 这一个被巴比伦 掳掠之后的归回 还有到今天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都回归 回到他们的地方 所以这一个归回呢 一直在应验当中 所以他们就不断 不断 从东南西北 都是会回来的 所以他说 我将我的种子 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种子 从地极领回 所以这是一个 神在做事的时刻了 你就会 假使有机会 到以色列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真的什么种类的人 他们从世界各地 都回到以色列 他说 就是凡称为我 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 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的 所造作的 这一些人 都要归回 今天不单只 以色列的回归 很多 从不信到信 我们因着神 因着耶稣 得救赎的人 我们都会 回到神的 那个爱里面 回到神的当中 回到神的国度里面 这是神的应许 然后第二呢 他就说 谁能够做这个 见证 他说 百姓可以见证 我是怎么样 拯救你们的 他说 你要将 有耳龙的名 都要带出来 他说 万国都会 聚集 众民都会 招聚回来的 所以他说 谁能 将此声明 并将先前的事 说给我们听呢 他们可以 带出见证来 自显为事 意思说 被证明是公义的 是事实 所以或者他们 听见便说 这是真的 真的发生 所以以赛亚就说 耶和华会 这么样说 你们就是 我的见证 我所拳选的 仆人 就是这样 便可知道 且幸福我 又明白 我就是耶和华 而且在我以前 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 也没有 所以唯有 耶和华是神 这一件事 谁能做见证 谁经历了 那个救赎 他说百姓 今天谁能够 为神做见证 谁能说 他就是神 他就是那个 掌管宇宙的神呢 就是相信耶稣的人 得着这个救赎 在神的爱里面 被召集回来的人 他们可以做见证 他真的是神 因为你会看到 世界的改变 你会经历 神的那一个带领 你会看到 他真的是神 他非常的伟大 他的智慧 超乎万有 到最后你会发现 世界里面 所有的东西 都不能救你的 没有金融可以救你 任何金融的系统 可以救你 没有 没有任何的系统 可以帮你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医生 没有任何一个领袖 可以救你的 你到最后你会明白 只有呼求神的人 才能被拯救 所以在以色列的过程里面 他像一个termometer 从古时到现在 神怎么样引导他们 今天他们变成 怎么样的一个土地 你有眼可看 若不是神 耶和华是神 拯救他所 所创造所所卷选的 今天谁能够 让一个国可以复兴呢 所以11节他就说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 没有救主啊 我曾指示 曾拯救 曾说明 并且在你们中间 没有别神 所以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也是神 所以你没有看到 有任何的显明 任何的拯救 或者听到任何的事情 但是你会听到 这一位神 怎么样带领 以色列人 因为祂是救主 今天你也没有听过 怎么样能够在黑暗里面 可以打赢那个仗 能够从黑暗当中 转向光明 但是只有神 可以做到 有人好像做 但是是模仿的做 不是真实的生命术 家神也想做 但是他们做的 只不过是仿制品 仿造品 但是神是真的 神会透过 每一个人的经历 来给你经历 祂的真实 所以在十四节 到第二十一节 你就会看到 原来这个恩典 这个救赎 会再发生的 他说耶和华你们的 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 如此说 因你们的缘故 我已经打发人 到巴比伦去 并且我要使 加勒底人 如逃民 都做自己喜乐的 传下来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圣者 是闯造以色列 是你们的君王 他说 耶和华 your Redeemer the Holy One of Israel for your sake I will send to Babylon and bring them down as captives fugitives and also the children who rejoice in their sheep I'm Jehovah your Holy One the Creator of Israel and also your King 意思说 这一次 神要再把 这一些 授掠的名 召回来 and once again God will bring back those who are taken captives 以前他们怎么样 从埃及 把人带回来 in the past they brought people from Egypt to come back 或者从周围的仇敌 的那个授掠 那个压制 里面 怎样 让以色列 能够蒙福 and also release the Israelites from the oppression of the Serra 他们更大的 一个授掠 就是国都 灭亡了 然后被授掠 到巴比伦 神竟然可以 叫鼓掠 把他们释放 回来 所以当以赛亚 在发这个议言 这些事情 都没有发生的 但是他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说 耶和华会在沧海中 开道 然后在大水中 开路 使车辆 马匹 军兵 勇士 都出来 一同躺下 都不再起来 他们灭没 好像熄灭的灯火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 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 古时的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所以这个new thing 就是你会被带回来 过去都经历过的 历史历代 都没有新事的 可是对你来说 还是新事 因为从来没有人 从巴比伦的手下 能够释放出来 所以等于 这个恩典 这个救赎 再一次发生了 所以我要再做一个新事 我发现今天 每一天都是新事 每一天发生的点点滴滴 都是新事来的 可能发生在过别人的身上 可能发生在历史里面 某一个阶段 可是今天 它还是在发生 用不同的方式发生 因为它是耶和华 他说我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夜地的走兽 必尊重我 野狗鸵鸟 也必如此 因我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 好赐给我百姓 我的选民贺 所以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 就给输说我的美德 因为神再次救赎领导他们 使他们能够回归 他们到时候就会输说 神的名声 善为祂的荣耀 祂的座位 所以古列王之前的 这个巴比伦 最后一个王 他是怎样 一月之间 整个国都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 你知道墙壁上都写着字 说神的手会下来 他们还在欢乐 还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里面 自我陶醉的时候 可是神所允许的大军 就可以杀到了 所以古列可以得胜 古列可以在那 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可以脱颖而出 真的神与祂同在 但是全都是因为爱以色列 全都是因为要 释放祂的子民回去 所以祂说到时候 你们就要诉说 祂的名声 诉说神的荣耀和大能 你要知道在 以色列的时代的光景 就是以色列被掳之前 那十七百多年 是非常糟透的 人心是非常刚硬的 所以整个属灵的光景 是很糟糕的 告诉你跟现在很像的 所以二十二节要说 雅阁你并没有求告我 以色列啊 你导厌烦我 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 给我做番祭 也没有用寄物来尊敬我 我没有因为公物使你们 富牢 也没有因乳香使你们厌烦 可是你也没有用银子 为我买仓谱 也没有用寄物的纸油 使我饱足 倒使我因你的罪孽 付牢 使我因你的罪孽 厌烦 所以这一个 以色列先知在形容 其实百姓是非常糟透的 是真的没有人求告他 也没有人来奉献 也没有人来理会所有的东西 根本也不尊重神 也不把神当神的啦 可是神还是爱他们 爱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他就在二十五节 他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也不纪念你的罪 所以等于说 今天神的拯救 对他子民的爱 不是他子民 做了什么好的东西 让他心觉得 哎呦 必须要祝福你啊 完全是因为 我是耶和华 所以我拯救你 是因我的名的缘故 因为神讲过的 他不会落空 神跟你立约 等于是把自己 放在那个圈里面 被耶稣 不是我们自得 不是我们配得啊 他们还在那里 不认识神 还在那边 拟耐神 就是否认神的时候 神的爱 还是下来 可能就是有少数人 在呼求神 有少数人 在那边 富含神而已 就好像先知在那里 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呼求神 或者一般爱神的人 在那里 天天地来 求告主的名 可是大部分的人 都不认识神 为什么这个爱 还会下来呢 神说唯有我的名啊 为我的名的缘故啊 所以26节 所以你要提醒我 你我可以一同判断 辩论就是判断 你可以将你的里程名 就是计算 自显为义 为了被证明自己的义 因为你的始祖犯罪 你的师父也违背我啊 所以今天你的圣所被毁 你的百姓被咒诅 雅各被咒诅 然后以色列成为 辱骂的族群 原来都是你们 从始祖开始 一直接下来 都没有停过 来背叛 来犯罪 所以等于 神在告诉 这一些得救赎的人 不是我们做了 什么好东西啊 我们可能只是 很单纯的来 跟随神 相信他而已 甚至你的还没有祷告啊 神就已经拯救领导 所以有很多的普罗大众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他们突然间鼓勒说 你们可以回国了 你们可以回去建你的圣殿 这是他们在巴比伦的地方 天天对着西安 哭泣 等候这个时间 可是突然间真的发生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做不了 当然被努力 当然有很多的 很深的一个痛苦啊 今天能够得救赎 能够走出来 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全都是因为 耶和华是神啊 神创造的东西 他一定负责任 神立的约 他一定守约 他讲过的 他一定做 所以就算那些人 听不见瞎眼的 他都把他们带离出来 他会召集他们 就算他们还在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情况 耶和华是神啊 所以你们经历过的人 要为他做见证 因为唯有他是耶和华 你一定要见证他的大能 而且不单止这样 这个恩典继续会发生 今天我相信 他还是会再发生 过去神怎么带领我们国家 什么东西有突破点 我也相信 我们继续相信 真的有突破点 也会再发生的 无论是政治 无论是各个领域 今天在职场一样 所以我们跟随神的人 也要相信神是有恩典的 今天我们不要被 报章里面 非常灰暗的消息 就吓到我们 什么都不敢动 无论是战争 无论是粮食 无论是经济 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问神 神 what is the next 我相信神对跟随他的人 他会告诉你奥秘 所以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 历史告诉我们 我的神就是神 不是世界的王 但是当我在跟随他的时候 我当然就要知道 我是谁 我要谦卑下来 我要知道 他是我的神 一切的主权在他 他真的可以在 沧海中开道路的 他真的可以在 大水中开路的 他真的可以做新事的 他可以让我们 经历新的东西的 因为他是好神 所以他是让旷野有水的 他能够让沙漠有河的 因为他要赐给我们 他的水 资认我们的生命 建立我们的信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和我也跟以色列人一样 因着这一个信心 因着耶稣的救赎 我们已经进入这一个恩典里面 神造我们 今天没有一个人不是神造的 但是以色列是一个 是一个榜样 是我们的长兄 但是对每一个人 看见这个例子 我们就知道 神对我也是这样的 罪在我们身上 他一定会除罪 他一定要处理 可是我们谦卑跟他 走过这一些困难 我们就回归 我们就会重新得力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在盲目当中 我们不认识我的神 但不认识自己的软弱 所以先知以赛亚 透过这一章 其实安慰他们 将来将会有什么光景出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这里 这个世代非常的灰暗 但是在我的心中 当我安静 我知道我的神是谁 我就知道 一切都在他的掌管里面 我还是要继续往前行 我还是要继续做 他所要的 愿神与我们同在 保护大家 我认识什么光景 记得耶和华是神 你跟随着这一位上帝 是大有能力的 透过耶稣的救赎 透过圣灵今天 对我们的引导 我们是活在盼望里面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好吧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是的我们主是 我们创造我们的神 也是拯救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Let us worship and give praise to Him My Jesus My Savior Lor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All of my days I want to praise The wonders of your mighty Lord My comfort My comfort My comfort My shelter Tower of refuge and strength Let every breath All that I am Never cease to worship Never cease to worship Now shout to the Lord Shout to the Lord Oh the earth Let us sing 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 Milter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 roar And the sound of your name I sing for joy I sing for joy And the words of your hands Forever I love you Forever I stand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phets I have Hear and shout to the name Of the Lord Hallelujah Shout to the Lord Oh the earth Let us sing 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 Milter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 roar And the sound of your name I sing for joy And the words of your hands Forever I love you Forever I stand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Nothing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Nothing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 祖师的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跟你比你 主啊 祢真的是救赎我们的主 主啊我们要继续的相信祢 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盼望 建立在神祢身上 谢谢祢耶稣 谢谢祢耶稣 各位所有的牧者同工 还有弟兄姐妹 我觉得神今天有一个恩膏要领到我们 就是救赎的恩膏 就是救赎的恩膏 我仿佛听到神对我们说 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经济 我们的呼召 我们的家庭关系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思想 可能还有很多部分 是没有被救赎回来的 好像还没有突破在当中 但是神说他今天要做一件新事 就是要帮我们赎回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邀请我们所有的牧者同工 还有弟兄姐妹 你真的看到我们生命当中 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被赎回的 我想邀请你是带着信心 走到神的面前 走到台前 然后我们一起来跟神祷告 我们来求神 真的是赎回这些东西 如果你想到了 你真的很想经历神 做这件新事在我们里面 你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求神来赎回 求神赎回 所有一切我们失去的 神要来赎回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跟我们神祷告 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 神是造就我们的神 所以祂一定赎回我们 我们就开口来跟神祷告 不论是什么 我们就向祂来祈求 我们就来宣告神 是那个创造我们的神 祂一定赎回 主要来赎回我们的婚姻 主要来赎回我们的关系 主要来赎回我们的经济 主要来赎回我们的生命 我们所有被掳掠的地方 神都要来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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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你可能 你不能读经的 你不能背经的 神也要来赎回我们的头脑 要让我们可以来读经 来背经 来渴慕祂 还有神也可以赎回我们的健康 主啊你来赎回 主啊你来赎回 主啊因为你对我们说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为宝为尊的 神啊又因着神你爱我们 所以神你说你要用别人来代替 所有我们这些被掳掠的地方 说你要用别人来代替 来赎回我们的生命 主啊我还只要奉主耶稣基督明宣告 要对所有这些掳掠我们的仇敌来讲话 无论在北方 交出来 无论在南方 不准再拘留 主啊求你 应着我们刚刚所有的祷告 主啊把他完全的交回来 交回来 再次回到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 主啊无论是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所有一切 主啊我们相信你今天做了这件新事 都要赎回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主啊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 因为神是你所创造我们的神 你所创造我们的神 主啊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赞美你 感谢主 祷告封拯苏书的名乔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 Lord all the earth Let us s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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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 Mountains bow down Mountai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 roar And the sound of your name I sing for joy I sing for joy Have the work of your hands Forever I love you Forever I stand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 弟兄姐妹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Let us come and receive God's blessings 天父我们要谢谢你 And Father we thank you 你是我们的救赎主 You are Redeemer God 你是我们的神 You are God 主我们要感谢你 We want to come and give thanks to you 在这个时候 In this moment 你一直告诉我们 You have been telling us 不要害怕 Fear not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For I am with you 主我们谢谢你 God we give thanks to you 虽然我们遇到很多的挑战 Even though we face a lot of challenges 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 A lot of difficulties 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 Today you are telling us 你说你要再做一次 一件的新事 You say that you are doing a new thing 如今我们要发现 And now we shall discover 你不要在我们的旷野开道路 You will make a road in the wilderness 你要在沙漠开江河 And be with us in the desert 你要再一次的救赎我们 You will save us once again 就好像当初神 你如何救赎以色列 从埃及出来一样 And just like how you saved The Israelites from Egypt 主要我们要成为 你的见证人 We shall become your weaknesses 因为我们是你所拣选的 Because we are chosen by you 因为我们在你的月里面 We are in your covenant 你定义要救赎我们 You are determined to save us 你定义要恩待我们 To be gracious to us 定义要祝福我们 To bless us 主要愿我们成为众人的见证 May we be weaknesses to many 众人看到我们就知道 你是耶和华 People will see us And know that you are Jehovah God 主要愿神你的祝福 今天大大充满在我们 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同工们身上 May you blessing Field all the blind sisters and co-workers 主要是我们要宣告新事要发生 We shall declare that new things will happen 谢谢你耶稣 Thank you Lord Jesus 谢谢你 Thank you Lord 听我们的祷告 Listen to our prayers From耶稣的名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早期 今天我们的成岛就到这里了 Thank you everyone That's the end of the morning devotion 好 同工们可以拿RTK 谢谢 谢谢 1 Gesetz 4 4 1 2 1